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看这周的新闻 首先德国媒体指出 匈牙利政府与中国的密切关系 正在破坏欧盟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降低努力 奥尔班总理将匈牙利打造成中国在欧盟内最可靠的伙伴 这引发了欧盟的担忧 这种依赖关系不仅可能让匈牙利政治精英巩固权力 还可能对欧洲市场的未来生存能力造成长期损害 其次德国的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警告称香港的国安立法将对全球言论自由造成巨大威胁 德国政界和商界被呼吁不要对此持默示态度 文章指出这部法案的影响超出了香港本身 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都应该重新评估与香港的关系 并对参与制定这部法案的人施加制裁 最后俄罗斯黑客袭击德国政党 试图窃取数据 这次网络攻击是为了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德国因为支持基辅而成为黑客活动的目标 这也引发了德国政府的警惕 总结一下 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扩大引发了欧盟的担忧 香港的国安立法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威胁 德国政界和商界需要采取行动来应对 俄罗斯黑客攻击德国政党 试图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也引发了德国政府的警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前空军上将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 习近平整肃一己再添一粒 VOA 平凡 夜兵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党内高层顺利铲除团派人马 并对军队高层大刀阔斧展开清洗之际 对具有太子党身份的退役空军上将刘亚洲的处置 备受瞩目 近日再次有消息人士称 被捕多时的原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上将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罪名是贪腐 利用基金会敛财 这被分析人士视为 习近平继续整肃清洗军内一己的一部分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 民运领导人王军涛博士 日前告诉美国之音 刘亚洲去年底已被判无期徒刑 王军涛表示 他从知情者处获悉此消息 并且通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确认 他说 我说刘亚洲会怎么处理 他 刘亚洲亲戚 就说 关一辈子吧 不让他出来 我说判了吗 他说已经处理了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生活作风问题 什么包养情妇吧 后来 我知道还有经济问题 包养情妇 怎么能判无期呢 2021年12月下旬 北京就传出 刘亚洲和他的五弟 曾经担任解放军空军武汉基地政治部主任的刘亚武大校被捕的消息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 去年4月18日 曾经在推特上说 国内网继续批判刘亚洲 首要罪行仇视毛泽东 目中无人 两面派 与经济最不沾边 网上刘亚洲出版物全部下架 百度网只保留他 2012年18大之后在党报军报发表的文章 时隔一年多以后 在中共二十大和中国十四届人大 确认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和国家至高无上和几乎终身制的地位之后 一度出现刘亚洲被判死缓的传闻 刘亚洲出示被捕的案情和判决的相关情况 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证实 外界并不清楚刘亚洲被审判的细节和具体日期 美国之音通过手机短信联系了刘亚洲的三弟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 他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 表示我就不谈什么看法了 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 1939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 生前曾经担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官拜副军级 因此刘亚洲兄弟五人也算得上广义的红二代 刘亚洲和同时代好多红二代一样 虽然经历了文革 但属于幸运者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时 他进入了让人们羡慕的解放军 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 进入大多数同时代年轻人 可望不可及的大学学英语 在武汉大学遇到时任副总理 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玲 二人结为连礼后 刘亚洲跻身最上层的红二代 已成太子党 一跃成为驸马爷 2012年7月晋升为空军上将 炙手可热 在纽约的作家毕乳协来自北京 自幼生活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大院 其父曾任职于中央部委 2023年2月底 毕乳协在网上援引北京消息人士老哥们爆料称 习近平内部讲话说 刘亚洲有政治野心 爆料指刘亚洲彻底完蛋了 内定死缓 适才傲物 桀骜不驯的刘亚洲 毕乳协对美国之音表示 刘亚洲是个天才 让人不得不佩服 遭到跟他差不多同龄的习近平度恨 难得的一个全才啊 看见刘亚洲 我才能够想起 什么是司马迁所说的那种不羁之才 就是他那才华 就跟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你杀到奶都让人惊讶不已 还有 你会赞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 同时 刘亚洲也是一个适才傲物 桀骜不驯 自视甚高的人 毕乳协说 刘亚洲当然是从年轻时代 就是从二十多岁时候 我们就很知道 他是桀骜不驯的人 因为他那个时候说话 已经完全和他的年龄 地位 资历不符合 2024年2月21日 刘亚洲编撰的《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 一书或纽约出版机构 博登书乌颁发的 最佳翻译理论著作奖 其递刘亚伟代为领奖 博登书乌负责人 当代中国评论 纪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此奖颁给刘亚洲 是为了表彰他的学术成就 与他在中国涉案细域毫不相干 荣伟说 他 刘亚洲 个人判刑啊 什么罪啊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只是因为他的书 他表达的思想 因为我们这个独立出版社 专门出版独立学者 有独立思想 有独立研究的 这样一些人的学术著作 我们是出版学术类型的 一个出版社 因为他的思想 包括黎安有评价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 一位中国的 可以称为学者 作家 或者将领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中共判他什么罪行 那是中共的说法 最后还是要历史来评价 香港 开放 杂志2005年4月号 刊登过一篇高瑜的文章 江泽民军中高参刘亚洲 中共太子党少壮派军人的野心 文章说到刘亚洲的字符 他自诩为 在军人中 我是读书的 在读书人当中 我是军人 高瑜还写道 2002年 他进入国防大学 政军职干部培训班 军内称为龙班 是空军被选上的三将领之一 对这个班 刘亚洲有以下结论 第一 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 但是来的肯定是最好的 第二 将来军委领导 总部领导 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 甚至更高 也未可知 毕如邪说 他是一个奇迹 刘亚洲是一个奇迹 他在所有方面 在过去他所有能出现的领域 官场 生意场 勤场 战无不胜 所以 人们常说性格之命运 对他的这种命运 最后今天的这种命运 也许他被他的性格所决定 反美 亲美 改革 拥习 刘亚洲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语 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 做过一年访问学者 了解外部世界 具有一定优势 有人说 他是中国军中的亲美派 改革派 毕如邪说 刘亚洲做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 你看看 他九卷的 刘亚洲文集 林林总总 各种观点思想相互矛盾 都有 他也鼓吹党的领导 他也遵从习近平拍习近平的马屁 他也要自由民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不能因为现在他落难了 就把他简单化 变成一面自由民主的旗帜 习近平上台之初 刘亚洲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 他在2013年6月主持解放军国防大学 总政治部保卫部 总参谋部三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 较量无声 被人们视为高度反美宣传影片 指出 苏联解体是由于苏联共产党自身否定 不代表马列主义失败 特别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试图颠覆中国现行体制 这与习近平惋惜苏联解体 担心美国侵蚀中国的想法十分合拍 刘亚洲2015年还写过一篇文章 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大肆吹捧习近平 2016年10月 刘亚洲在一篇纪念中共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 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 然而 他所做的这一切 并未赢得习近平的信任 却于2017年提前退役 不甘寂寞的刘亚洲 被边缘化之后的刘亚洲并未销声 2018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 一则刘亚洲的视频流传在网上 在视频中 刘亚洲对着镜头说 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在路边小店欢庆圣诞 彼时 中国基本上不准公开庆祝圣诞节 在视频中还有刘亚洲的话外音说 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 你每天在手机上看那么多负面新闻 不怕心理阴暗吗 这个朋友反驳他说 徐才厚雷打不动 每天看新闻联播 怎么不见道德高尚呢 分析人士说 退役以后的刘亚洲 虽然不再有公开的话语权 但私下里仍然没有销声 在严多必失和不得妄议中央的环境中 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 有关台湾问题的发言 终于惹怒了习近平 毕乳协说 他公然触怒习近平 就是他公然在那个座谈会上说 这样的话 就说要解决台湾问题 需要有像毛主席那样的大手笔 伟大统帅 而现在的那个领导人不行 这样的话 这个深深地刺痛了小肚鸡肠的习近平 毕乳协说 习近平整治刘亚洲 当然不会以个人恩怨作为理由 最方便的理由 就是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 毕乳协说 他在男女关系和私生活 他们的那些事情 怎么讲 用一句话来说 叫庆竹难书吧 所以 在老百姓里 把他名声搞臭 这点是非常容易的事 刘亚洲那些事都不是编出来的 他这个贪财好色这些事 专案组的人说 他们不想整流 得于媒体中国影响力扩大之恶果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杜塞尔多夫出版的 《德国商报》 一位习近平打开大门 奥尔班如何助长中国在欧的影响力为题 刊发匈牙利政治学者 Edith Skaprizibilska 撰写的客席评论指出 欧盟正在呼吁各成员国 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但是匈牙利政府 却在破坏这一努力 文章注意到 奥尔班总理 正在让匈牙利 成为中国在欧盟内最为可靠的伙伴 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宁德时代 比亚迪 华为等众多知名中资企业 纷纷在匈牙利设厂生产 经济上的密切往来 促使匈牙利 一再阻挠欧盟发表抨击中国的声明 奥尔班总理与中国 俄罗斯以及一众中亚国家 等专制政权建立密切关系 这在意识形态上 是与他的欧洲怀疑论分不开的 在他眼中 鉴于西方的衰落 匈牙利和这些国家生化关系 是顺理成章的 主要的危险在于 匈牙利扩大与中国的生意往来 这会帮助匈牙利本国政治精英 进一步巩固在国家机构 以及社会中的权力 因为他们能够获得中国资金 且缺乏透明度 此外 奥尔班还吹嘘自己和中国的关系 从而将自己塑造成全球事务参与者 而且 匈牙利可能将继续阻碍 欧盟做出旨在遏制中国 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之共同决策 欧盟正在敦促各成员国 减少与中国的往来关系 并且在部分领域进行脱钩 然而 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内部的 某些投资项目 却让人有理由担心 这会被用于支持越来越不民主的当地政府 如果不采取合适的反制措施 欧洲很快就会发展到如下境地 众多中东欧国家都陷入听命于中国的风险 对来自北京的政治要求悲公屈膝 我们绝不能认为 这些依赖性的后果会仅仅局限于当地 鉴于中国有着在投资国架空监管 助长腐败的记录 这种依赖性将会长期损害欧洲市场的未来生存能力 匈牙利及其部分中东欧邻国的近期行为 应该让欧盟领导人警醒 让他们觉察到成员国的对华依赖度之深 并意识到中国在欧洲取得强势地位后 会造成何等损害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 以香港23条国安立法 将让它成为全球言论自由 面临最大危险之地为题 刊发了由吕德港人邝宋秦撰写的客席专栏评论 他警告说 德国政界以及商界 切不可对这部法案持隔岸观火之心态 尽管这部法案会对人权和民主的基本准则 造成深远的影响 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 却令人失望地谨慎 德国的无所作为 尤为引人注目 作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员 德国有着道义上的义务去 发声反对这种公然触犯人权 及民主准则的行为 这是因为 23条立法的影响远远超出香港本身 全球各国政府都应该认识到 此种威胁的程度 并且相应地重新评估 今后与香港打交道的方式 企业 投资人 各国政府都必须重新考量与香港的关系 并酝酿对当事人施加制裁 比如特首李家超 或者其他参与打造这部严刑峻法的人 他们还应该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 迫使后者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中 沉默的香港自治和自由 国际社会不能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德国必须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行动 对这种强烈侵犯人权的举动予以谴责 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媒体俄罗斯黑客瞄准德国政客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 周五3月22日报道 俄罗斯黑客以德国多个政党 为目标窃取数据 该杂志援引了谷歌姆公司 Alphabet旗下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曼迪安特 Mandiant的分析 以及德国安全部门的警报信息 此次网络攻击包括哪些内容 曼迪安特说 App的29黑客组织 又称舒适熊 试图诱骗德国主要政治人物 打开一封电子邮件 邮件中含有反对党保守派 基民盟CDU 举办晚宴活动的虚假邀请函 曼迪安特分析师说 该组织使用了一种名为 Wine Loader的新型恶意软件 实施攻击 据《明镜周刊》报道 该组织已多次对西方国家组织 发动攻击 今年1月 它成功侵入了微软高层员工的 电子邮件账户 国际谍报界认为 该组织奉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 对外情报局 FSI的命令行事 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 BSI 发出警报称 网络间谍正试图建立 长期访问权限 以获取德国政党的数据 基民盟表示 这不是第一次成为 网络攻击的目标 在这次事件中 我们也非常迅速地收到了 有关攻击的信息 基民盟在一份声明中说 3月1日并没有基民盟的官方晚宴 该活动是虚构的 俄罗斯黑客为何攻击德国政党 BSI表示 在即将于6月初举行欧洲议会选举的背景下 外国势力对从政治家那里获取信息 尤其感兴趣 曼迪安特分析师布莱克 Dan Black 说 莫斯科正在努力削弱 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布莱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次最新的袭击目标 不仅仅是针对德国或德国的政治家 这是俄罗斯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目的是想方设法 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过程中 德国因支持基辅 而日益成为俄罗斯间谍活动的目标 本周二 一名德国士兵因涉嫌将工作中获得的机密 交给俄罗斯情报机构而受到指控 本月早些时候 俄罗斯媒体公布了一段窃听获取的对话录音 其中内容涉及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讨论 或在乌克兰部署经由做导弹的对话 法新社 路透社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莫斯科遭恐袭 中国侨民恐慌及反华机票价格猛翻 而人败法广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 莫斯科遭恐攻当地中国人县恐慌 致反中机票大涨数倍 红星新闻采访在俄罗斯留学的陈信学生表示 事发时 他正在音乐厅隔壁栋三楼的餐厅右餐 突然听到一阵爆炸声 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往外跑 自己就跟着大家一起跑 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陈信学生指出 一开始爆炸声音特别大 他第一时间认为是遭到无人机袭击 于是下意识地就近找掩体躲避 紧随而来的就是像鞭炮一样的声音不断传来 接着在往外跑时 他听到旁边的人说有人开枪了 根据中国短影音账号返返旅行日记的经营者表示 事发时他自己正在莫斯科 事后当地的中国商人和留学生比较恐慌 就他所见 即使到了凌晨 莫斯科大街上也到处都是警车 他指出事发后 事发后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出现暴涨 前段时间恐攻前 往返北京与莫斯科的机票也就4000余元 现在单程票价已经涨到一两万人 根据消息 莫斯科目前有不少前往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商人 有中国参展商透过社交媒体表示 为了3月27至29日在莫斯科红宝石展馆的展会 已经投入不少资金团队都已经抵达莫斯科 养平也运到了当地 但在恐攻发生后 当地政府已通知展会取消 另一名中国参展商表示 他在参加3月21日的展览会后搭机返回中国 一觉醒来感觉与死神擦身而过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